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为我们如果为了把气候 温度增加维持在大概两摄氏度的时候 那么我们其实是要更早引入一些更多的技术来做到一个净明排放的技术 其中就包括碳普及与风存 还有一些其他的各种各样的技术 还有植树造林大各种的 那么我们如果要进一步达到我们所谓的碳中和 就需要引入这种复碳 复排放技术 但是可以看到这张图形 这是2018年的一份报告所得出的结果 在这一部分 它最后达到复碳的时候是差不多2090年了 现在我们等于要把整个横轴的时间往前推 变成2060年就达到 那等于对我们实在说是一个挑战 那么我们能怎么做 该怎么做 其中呢 有两项被提到的最多的技术 一项叫做生物质碳补基 另外一项叫做空气碳补基 生物质碳补基就是指用生物质燃料来替换煤炭或者天然气 放到锅炉里面去烧进行发电 或者就是在水泥场 炼化场 我们加一些生物质的原料来进行一些炼化或者生产 这是第一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 也就是空气碳补基 顾名思义就是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补基起来 进行一个封存 那么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刚才已经提到了 浓度只有410个PPM 但是这两项其实一定要双坚合地 我们才能达到一个未来总量的控制 也就是未来的一个碳中和的物地 而且你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两个都叫碳补基 那它们应该是有个亲戚关系 所以生物质源碳补基和空气碳补基 共同的爸爸实际上就是碳补基利用与封存 这个关系我特别好语 那么碳补基利用与封存呢 其实是我从事了15年的一项工作 感觉15年是挺长的时间 你可以经历从结婚到离婚 然后再结此 最后我发现我嫁给了碳补基 那么下面这张图呢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用碳补基呢 为什么这个碳补基那么值得 我做了这么多年还在从事这项工作呢 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碳补基的利用场景特别多 就是你永远都不会闷 这一张图是我们中国每年主要的 不同来源发电量的一个总量 可以看到灰色的部分 也就是从火电厂的发电能量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很多的可态生能源 包括风能 太阳能 水电 核能 还有这种各种各样的低碳能源 它总的加起来在中国的发电站的总量里面 发电量还是不多的 而煤电总的量还是非常多 那么这一部分煤电的排放 就会导致我们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每年有大概1%的量往上升 也就是410个ppm 虽然这个量少 但它每年往上升 它就是总的量到了2100年 会是一个比较大的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一部分给减下来 我们为什么现在一定要鼓吹做这么多的事情啊 也是因为我们未来要达到什么碳中和的目的 所以以前可能是说 这里有一项技术 大家可以用 可以考虑 但是现在我们可能应该会说的就是 你一定要做到这项技术 我们才有可能达到碳中和 我当在中国去过非常多的发电厂 我以前还用 一些其他就是 分析系轮机啊 还有各种电厂的设计啊 看过中国大概200多个电厂的设计 然后其实呢 并不是每一个电厂 它都可以直接上碳 鼓启利用于封存技术的 可能中国只有大概20%的电厂 是可以直接压这种技术 然后另外的一部分呢 有50%的 是你加了这种技术 即便是应用到这个电厂上 它鼓及到二氧化碳 也是不能进行封存的 那么不能进行封存的话 它鼓及起来 这个二氧化碳 一个量就特别的大 因为每年一个大的电厂 有一个百万前组的机组 一台机组 如果按运行的设计小时数来说 大概会有大概400万分的这个排放 那么400万分的二氧化碳 影响400万分的气体 放在那里 我们怎么存 如果没有一些天然的 封存的地方 我们其实是非常难处理的 所以这就在悬质上 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那么我们现在稍微说一下 我们这个碳补及风损与利用 到底应用的场景在哪些 对于中国比较多的发电厂来说 它其实是可以用这种燃烧后补及的技术 燃烧后补及的技术就是说 燃料在烧了之后 再把二氧化碳补及起来 所以二氧化碳呢 它是在整个火电厂 烟气最尾端架中的 对于大部分电厂来说 它等于就是出口 我们还放了烟囱 我们看到了烟囱后面 其实是在烟囱之前 我们加装一套这样子的装饰 把二氧化碳给收集起来 这张图里面呢 画的是氨氧液 吸收它解析它 二氧化碳通过吸收它 底部通进去 然后在吸收塔的底部 会有氨氧液 像一个碳瓶头一样的东西 氨氧液落下来 二氧化碳和液体接触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反应 被这个液体吸收起来 然后它就会进一步 进到这个解析塔 解析塔加热加压之后 氨化碳可以被提升 运输到风筍地 而其他的这个熔炎 可以在循环里用 第二种呢 叫燃烧前补气 更多的配合的是IGCC电厂 也就是要加上气化炉的电厂 它首先呢 是要把空气进行分离 那么在空气进行分离之后 就会有氧气 氧气与燃料反应 这部分燃料可以是煤 也可以是一部分生物质 反应了之后 进入下一个气化炉 那么这一部分的产物呢 里面的二氧化碳浓度是相对比较低的 可能只有大概20% 在这一部分 我们再进行一个 确实转换的反应 就可以得到 比较高浓度的二氧化碳 还有氢气 然后我们现在大家都提倡氢经济 所以氢能可以进行下一步利用 可以发电 也可以用于燃料电池 然后另一部分的二氧化碳 可以封损进入下领域的封损地 第三种基础 就是负氧燃烧基础 负氧燃烧技术呢 也需要有一个空分的设备 那么空气分离之后呢 我们大家知道可能氧气 在空气中的比例只有20% 它所做的呢 就是把氧气通进去 照样通进去 但是呢 它就没有从空气 进到这个反应炉里面 而是用二氧化碳的循环系 替代了空气中的氮气 放到这个骨子里面 所以燃烧完之后 它的产物只会是二氧化碳 它有一点点过量的氧气 然后用过量的氧气和二氧化碳 进行分离 这样子的话 这个二氧化碳的浓度是非常高的 再进行下一步压缩提准 这就是氧化碳上 所以这三种技术 另外还有的就是工业界的补迹 除了这个电厂 我们可以做CCUS技术之外 我们还可以在水泥厂 电化厂 造纸厂 钢厂 都应用这种技术 那这几个技术全部的应用场景呢 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固定点源 它可能在同一个位置 我每年就有上百万吨 甚至上千万吨的一个排放 所以我在一个点 我设计了这套装置 我就可以补及很多的二氧化碳 但是在整个中国来讲 我们这一部分固定点源的二氧化碳 虽然量很大 但并不足以达到一个复排放的效果 所以为了达到一个复排放的效果 我们就需要加入复排放的技术 也就是考虑直接在空气中补及二氧化碳 而这个空气中的二氧化碳 来源可能是大家开车 移动源中的二氧化碳 我们如何把它收集起来 把移动源中的二氧化碳 加上固定点源 由于效率的原因 没有全部收集起来的二氧化碳 联合起来 我们都可以全部做到一个 风存利用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说单靠一项技术 是很难达到我们最后控制气候边缓鼓励的 我们一定要是很多的技术 不同的技术联合起来 才能达到一个减排的效果 那么大家可能会想 你刚才说的 有个固定点的二氧化碳 它能够有百分之九十几 那么你空气中的只有百分之零点四 这个两部分感觉差了很多 听起来就好像非常的遥远 那么其实这个技术是在1999年才第一次被提出 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 它提出者又专门做了一套热力学的分析 来告诉我们 实际上在空气中补积二氧化碳 只会比在烟气中多大概十个切胶 每摩尔的二氧化碳的 所以这个量是足够用低温余热来提供的 但是老师们都喜欢说但是 但是这个是一个理论的词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碳普吉利用是空气碳普吉 生活碳普吉的爸爸 那么我们现在所有开发的碳普吉的技术 都是为了他们的爸爸开发的 不是为了他们的孩子来开发的 所以我们都说要因材施教 怎么因材施教呢 我们现在还没有那么多的人力物力 投入到空气碳普吉的研究中 虽然大家都觉得看上去很累 后生可畏 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加大投资 我们现在所有的一些国际上的工程实力呢 有一些是在美国 有一些是在加拿大 但是瑞士也有 同时呢荷兰有一个小型的设施 在中国呢还是主要是在大学里面 做相对比较多 它长什么样呢 这个空气碳普吉的技术 在瑞士呢是这样子 在美国的是这样 可以看到它每一个都是模块化的 模块化的就是第一次就是 它非常好的拆件 它可以从一变到一百 甚至变到一千的这样的设备 活搭在一个地方 那么它现在这几个厂 因为是先行啊 它不可能就是 我正好有一片地 我来这里坐 所以我就放在这块 那我觉得我们中国可以怎么做的话呢 我觉得一定要联合各种其他的能源 因为我们中国最厉害就是做可再生能源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到 比如风力发电机附近额外的风能光能 用来提供它需要的额外的能量 甚至我们可以把它建到石油的平台上 建小一点嘛 一个设备也可以 我们不一定一个厂 我就要建一百个设备 补给一百万能的二氧化碳 我一个厂 我可以去补给几百万能的二氧化碳 我自己在自身的地盘上做到碳周合 那样子就可以达到一个全国长远的目标 非常大宏伟的目标 我们把它分析起来 达到每一个厂的碳周合 我把这个商业模型也都想好了 因为我以前在去碳电厂的时候 被问到的最多问题 其实就是每次我去啊 大家都对我很好的 待会参观电厂 爬到波炉顶上拍一张照 风景都特别好嘛 在偏远地去 问候说再见 然后我就想 我们谈了这么久 你来考虑一下我们这个碳主的设计吧 人家对我说 你在中国啊 卖设计好像不是很赚钱啊 我们也很难买你的这一部分吧 你设计员资计有吗 你给我卖给我们一个这个主意不行啊 后来我拉上设计员一起去看他们做这个事情 其实效果也不是太好 因为他们觉得 这个简单减盘是政府告诉我做的 我及自己的内驱力还是上缺的 但是现在比较 因为我们现在要做全国范围的碳中和 所以我把其他的 包括碳中和之后 生成了各种产物 如你可以做假存和生 可以后面做清冷 甚至可以把微早的这些都放在你里面去 而且这个场地完全不用考虑局限在大型固定点源 什么传统的特别大投资的火电厂 电话厂这些 你在自己家屋里面可以做一个小装置 自我把自己碳中和一下 这是我觉得未来 其实发展前景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也一点不排斥这种大型的排放点源 比如说假如我是一个有大型排放点源的人 那么我家里有一个水泥场 我甚至可以考虑它在水泥场 怎么样子跟我现有的设施 我们共同的增进一点水泥场的二氧化碳浓度 或者是用水泥场的二氧化碳浓度 来增到我的这套设备里面 我也可以考虑地缘热泵 各种的能源应用场景 因为我额外加的这套装置是非常小的 所以而且它可以任意拆装 所以的话我觉得应用场景也是很多的 这张图其实我今天早上还夹起来 是我一个朋友 在他的朋友圈发现了我的一张图片 当时我是准备横渡黄山太平湖 但是我看不到那个目标在哪 我只看到几个湖台 我就问我到底有完四公里 我要往哪个地方游 他们说问那女 那个女的就告诉我 很远的地方有一个拖门 那是早上大概八点钟的时候 几乎就看不清楚 然后我就对着那个狗们游 最后我只多游三十四米 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四公里的路上 只多游三十四米 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这就是目标 为什么一定要明确 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指路人 来告诉我们 我们要往哪个方向去 而我们的指路人 我想各位可能已经能猜到是谁了 也就是提出来这个概念 二零六亿年我们达到碳中和目的的指路人 谢谢各位 谢谢祝他 碘uckt zero 现在就这样 我到处 reveal 这一切都场 我就 Best 这一切就能证明了 五亿年 在我们幼稳 Jun 是